- 歡迎來到好久不見的Marcy Talk Show - Hi,我是馬克 - Hi,我是瑪莉 - 今天要做這一集呢 - 就是因為在上個禮拜 - 我們完成了人生當中一個蠻大里程碑 - 嗯哼 - 讓我們掌聲歡迎金鐘紅潭女神 - 吳瑪莉女神 - 讓我們歡迎金鐘佩麗 - 吳瑪莉女神 - 好,所以這一集我們要講講就是在金鐘 - 就是從頭到尾說說自己的金鐘體驗跟金鐘感受吧 - 因為我們現在錄的這個時候是金鐘了隔兩天 - 對 - 那等於是金鐘結束之後 - 其實我到現在大腦都還沒有開機 - 就是我完全 - 難怪你剛剛在現場的時候 - 你今天一直頓地 - 就是會斷片 - 對啊 - 就是我大腦都沒有在動 - 完完全全就是關機 - 關機的意思是什麼 - 是因為這個典禮的主持準備工作 - 讓你實在是用了太多腦力了嗎 - 就是花了很... - 就花了蠻多時間在準備它 - 然後所以準備完之後 - 你就覺得瞬間就是我什麼都不想... - 不想想 - 不想管 - 不想說 - 唯一用盡全力就是有事先... - 因為我們今天有訪的那個卓一峰 - 聽了他的專輯 - 然後聽完就... - 又關掉這樣子 - 那想要先分享一下 - 你做了些什麼準備 - 嗯... - 當然就是在入圍名單公佈之後 - 就是會開始看入圍的影片 - 然後... - 因為節目平常我比較常在看 - 所以節目就還好 - 就看人家入圍影片啊 - 男主角... - 比如說戲劇啊 - 就是說麻醉風暴2 - 你就要看麻醉風暴2 - 對我看麻醉風暴2 - 然後翻牆的記憶 - 台北歌手阿水國翔 - 五味八珍的歲月 - 然後還看了外鄉女 - 然後... - 好像我目前看了是這幾部 - 我不知道有沒有漏掉 - 目前我可以記得的 - 反正就是先把有入圍的影片先看過一輪 - 對就是看看完看他們的 - 就是不是因為什麼你也要評選他們是什麼 - 是因為你這樣在面對他們的時候 - 你會更... - 更了解他們 - 或是你在看那個問題的時候 - 你會覺得說這個問題到底問的是 - 歐不歐可以這樣子 - 說到了評審 - 因為就是這一次 - 呃...我是當司儀嘛 - 當司儀的... - 其實我們拿到的稿子是 - 所有評審對於所有入圍者 - 所講的講評這樣子 - 經過了這一次就是 - 看過所有評審對所有入圍者的講評之後 - 我應該可以做出一個 - 評審評詞機器人 - 哦...就常用的就是 - 飽滿不做作 - 最多的是層次分明 - 演出技巧 - 不運不火 - 不運不火 - 超多不運不火 - 然後就是自然 - 清新 - 這很常用在新演員上面 - 新演員 - 對對對對 - 反正就是蠻有趣的 - 好再來呢還有什麼 - 還有就是... - 就是看劇就花了蠻多的時間 - 但是看劇的那個準備 - 跟我們一般的看劇其實不太一樣 - 可是其實我還是照看劇的感覺 - 只是如果... - 因為我是驚於腦 - 所以如果真的看到很關鍵 - 或是我覺得這邊很重要的時候 - 會可能大概想一下說 - 萬一真的會用到這個演員 - 問他什麼點的話 - 也許這個會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地方 - 可是那個不一定會用 - 就是只是覺得說 - 萬一你臨時要講什麼話 - 至少那個可以馬上抓出來的樣子 - 哇... - 不要講那麼誇張 - 我現在一個都不記得了 - 好細致喔 - 你守在那邊... - 你守在那邊... - 因為對我來說就是... - 我知道我可能必須要看一下入圍影片 - 可是... - 那個對我來說是很慌的 - 因為我不知道該準備些什麼 - 我就是看劇 - 可是... - 我真的不知道要準備什麼 - 所以那時候邊看 - 其實我心裡也是蠻... - 蠻慌張的 - 尤其是... - 因為... - 因為當然就是... - 會有... - 腳本會有稿子嘛 - 可是在稿子出來之前 - 你就是真的只能一直看跟想像 - 可能大概會說... - 對,就只能靠想像 - 真的是想像 - 然後加上就是... -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做過... - 三金典禮 - 類似的工作 - 對... - 然後我也沒有實際去現場看過 - 所以那個... - 哇...真的是全想像 - 跟我想像... - 小時候想像做夢啊... - 結婚啊... - 是一模一樣的畫面 - 就是說... - 笑一下... - 就是... - 可能是這樣吧... - 可能流程是這樣吧... - 可能我可以看到的資訊是這樣吧... - 嗯... - 蠻慌的... - 然後後來當那個腳本出來了... - 稿子出來了... - 然後你有算過你一共念了幾遍嗎... - 嗯... - 我... - 我沒有算我念了幾遍... - 大概在幾天前我們可以拿到那個腳本... - 你啊... - 你可以拿到那個腳本... - 大概在... - 入圍名單是前一個月... - 差不多前一個月公佈嘛... - 然後一個禮拜左右... - 所以大概有三個禮拜... - 可是那個腳本會不停反覆的... - 更改... - 一修再修... - 一修再修... - 一修再修... - 這樣... - 我數不清... - 我不知道我念了幾遍... - 就是... - 一有時間就念... - 沒有 我就大部分是有空的話... - 我睡前一定會念一遍... - 嗯... - 我每天睡前一定會念一遍... - 哇... - 那就是我睡前就是... - 當作就是好像念... - 故事書... - 因為那個念一遍要蠻久的時間... - 對啊... - 就是要... - 嗯... - 要小時來算的... - 所以... - 差不多要快兩個小時... - 所以... - 後來我有比較少念... - 是因為我發現太傷喉嚨... - 嗯... - 因為我真的就是... - 我在心裡那樣念... - 嗯... - 我就真的會... - 好像就是... - 我在那邊... - 我想像中的那個... - 用力的程度在那... - 嗯... - 所以我都是很實的念... - 結果... - 導致我在那個... - 金鐘... - 紅毯前幾天... - 我真的覺得喉嚨... - 好像有點... - 要受傷了... - 對... - 有點不太對勁了... - 所以那時候我很緊張... - 那一陣子我狂... - 狂吃那個什麼... - 穿配皮靈膏幹嘛的... - 好的... - 那因為今天做節目的時候呢... - 有金鐘朋友有一些問題... - 剛好今天是立馬幫幫忙時間... - 嗯... - 他們的問題... - 就是... - 瑪莉妳是否因為高跟鞋跟裙白很長... - 所以妳都不敢再紅毯走動呢... - 喔這也是這一次的經驗我才體會到... - 就是... - 是一個新的學習... - 嗯... - 就是我不會... - 我不會穿禮服走路... - 嗯... - 就那種很合身的禮服... - 嗯... - 因為很合身的禮服... - 它裙白會貼妳的腳踝很近... - 很近... - 所以妳走路等於是要往前踢一下... - 往前踢一下... - 往前走... - 但是那個我練習了幾次... - 還是非常的... - 有障礙... - 尤其那個全板妳要維持在一個很... - 雖然說很少tag到我全身... - 可是妳還是要維持在一個好的狀態... - 所以導致於我不太能左右移動... - 嗯... - 因為我可能一左右移動... - 我可以移動... - 可是我的腳是全部踩在我的... - 喔禮服上... - 我踩在我的禮服上... - 對... - 那個很容易發生危機... - 所以我盡量... - 能不移動就不移動... - 就感謝那個... - 是... - 節鐘哥來彈性的搭配我... - 這樣子... - 如果人很多啊... - 可能會往旁邊拉... - 嗯... - 講講妳的partner... - 劉杰忠好了... - 因為他有經驗... - 我沒有... - 所以很多的方面都... - 真的是他提點我... - 比如說... - 紅毯上... - 粉絲很多人在尖叫的時候... - 然後我直覺可能會覺得... - 好... - 先停一下... - 讓大家聽那個尖叫聲... - 但是... - 這樣在看電視的大家... - 喔... - 他們是聽不到的... - 他們是聽不到的... - 所以可能只知道說... - 欸... - 這女的怎麼突然斷掉了... - 所以... - 類似像這種小細節... - 他會提醒我說... - 嗯... - 我們這邊你要注意... - 其實你不能斷... - 然後或者是... - 在訪問問題的時候... -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在廣播做久了... - 那廣播是一個很長時間的訪問... - 嗯... - 所以我們的問題... - 嗯... - 或是我啦... -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這樣... - 就是問題我都會前面... - 鋪陳一下... - 講得很細... - 然後說所以呢... - 然後幹嘛的... - 可是其實... - 紅毯上... - 電池要快... - 對... - 然後很快切入那個時間點... - 所以他幫我... - 整理我的問題... - 就是幫我刪了很多的... - 罪字... - 那個腳本問題是你們要自己寫的啊? - 當然也有大概的問題... - 可是你可以換問題... - 喔... - 如果你覺得有更好的問題你可以換... - 那就是... - 讓問題更... - 俐落一些... - 或是... - 有的時候可能做廣播... - 我會怕冷場... - 所以有時候那個問題會有點... - 引導式的回應... - 就是啊... - 很辛苦... - 所以你付出了很多很多什麼... - 但是... - 其實... - 也有另外的問法是... - 你直接丟... - 其實他們都會直接... - 直接接上... - 對,他直接接上... - 就是這也是一個... - 很大方向的提點... - 因為在看... - 京東紅毯的時候... - 我有發現就是... - 你有很多組都會把它導向說... - 未來是不是要... - 發唱片... - 未來是不是要... - 我就覺得... - 哇... - 真的是跟廣播好密切的結合喔... - 因為就是... - 未來會不會要做音樂... - 有時候也會很... - 猶豫... - 想說到底要問... - 當然... - 就是每個人都會說... - 喔... - 紅毯的問題都很... - 類似啊... - 他如果角色很多... - 哪一個比較難... - 嗯... - 你演過很多了... - 還想演什麼... - 或是... - 你這個都做完了... - 你有沒有想要新的嘗試... - 可是... - 你要... - 快很準的讓他們... - 可以... - 喔...不一樣喔... - 的感覺... - 其實也蠻難的... - 因為如果你要... - 好像真的... - 要一些很新的問題... - 要是很... - 他要是很侃侃而產講很久... - 可是因為... - 紅毯上是... - 最近試過比基尼塗毛嗎? - 哈哈哈... - 這個我應該會被... - 應該會被罵吧... - 會被罵死嗎? - 就是... - 你要抓說跟他... - 切身切得緊不緊... - 嗯... - 拉太遠沒有人說... - 啊...你問這個幹嘛... - 都問這個幹嘛... - 只是那個我覺得... - 平衡點有點難... - 難... - 但是基本上我... - 我承認我還是走一個... - 比較中規中矩的路線... - 因為畢竟是第一次... - 我覺得還是... - 就照那個樣子... - 我會覺得比較... - 妥當... - 那至於就是... - 之後就是... - 有這些... - 超好評說... - 天啊... - 史上最好聽的金鐘紅毯... - 我真的覺得沒有... - 我真的覺得沒有什麼... - 超...超好評... - 金鐘紅毯女三... - 怎麼樣... - 心裡有什麼... - 嗯... - 有沒有... - 有沒有對... - 就全國的觀眾說... - 沒有沒有... - 我覺得是因為... - 我接收到訊息就是... - 其實我到現在... - 我都還沒有去看... - 主動自己去看... - 去看任何的... - 然後... - 發的新聞稿... - 對... - 所以就是... - 當然朋友都會傳... - 比較好聽的話給我... - 可是... - 當然結束之後... - 你知道這個紅毯女三... - 有哪邊有... - 我沒做好的... - 就是... - 其實不用大家講... - 就是... - 你自己覺得你失誤幾次... - 或是有哪些失誤的地方... - 因為我現在不想講... - 是你想公布... - 我現在... - 我會覺得講出來... - 如果大家去回看... - 就會很放大那個地方... - 所以那些缺失... - 我就是放在我自己... - 心裡... - 我知道那邊... - 我沒有做好... - 我沒有處理好... - 或是我... - 問話使用不得當... - 這樣子... - 那有幾次... - 譬如說我自己在... - 呃... - 因為我吃螺絲是很明顯的東西... - 欸我也是蠻常吃螺絲的耶... - 吃螺絲很明顯... - 我自己就會... - 就會想說... - 啊我這邊吃螺絲了... - 但是在電視金鐘的時候我已經很放鬆... - 我跟你說... - 因為我的前... - 我前一個禮拜已經在廣播金鐘先... - 預演過了... - 對所以我電視金鐘就是... - 很鬆... - 然後犯錯以後就... - 犯錯啦... - 因為我那個... - 就是... - 紅毯要過的事情太多了... - 嗯... - 所以反而就是在... - 呃... - 跟大家說明... - 就是現在走在紅毯上的是誰... - 什麼事情... - 那邊吃螺絲... - 我根本覺得... - 算... - 無所謂... - 台湾... - 沒有關係啦... - 就是還有很多很難的地方... - 有幾次失誤... - 很明顯的有一個嘛... - 那個... - 大概是兩三個... - 就是在我心裡我現在可以馬上想起來的... - 嗯... - 那其他因為那個... - 速度啪啪啪真的太快了... - 加上我就是... - 主持完之後我就馬上關機到現在... - 嗯... - 所以我沒有去... - 還沒有那麼去細的想... - 回顧... - 回顧很多細節這樣... - 這樣... - 我大概... - 吃螺絲大概... - 大概三四次吧... - 然後還有一個是就是... - 我覺得我可以做得... - 更好... - 我可以做得更好... - 然後可以... - 可以救人的... - 可是我就沒有做到... - 欸我... - 就是最後的部分... - 因為以往對於那個... - 司儀齁... - 是比較... - 從天而降的神之音... - 對... - 但是我覺得... - 應該是要很正經的對不對... - 或是很... - 中立感... - 嗯... - 可是你的聲音... - 你有故意不中立... - 你說聽起來就很細虐嗎? - 不是細虐就是... - 我聽得出來你現在好像很開心... - 或是... - 你現在想要讓他知道... - 這個很興奮喔... - 這樣子... - 就是我想說... - 是要走出一個... - 司儀心路線嗎? - 應該是想要走出一個自己的路線... - 因為譬如說... - 當然就是... - 看到那個瓜哥的時候... - 你就想說... - 下面一位... - 然後你就想說... - 司儀可以講... - 下面一位嗎? - 這是... - 合理的嗎? - 然後或是在... - 揭曉那個... - 綜藝玩很大得獎的時候... - 主持人... - 主持人得獎的時候... - 然後你就說... - 玩很大! - 然後就想說... - 有夠強調玩很大的... - 可以這樣嗎? - 因為其實之前... - 我請教德載的時候... - 說... - 典禮的司儀... - 其實它... - 基本上要貼合那個... - 典禮... - 它其實是一個很... - 很... - 很莊嚴的事情... - 對... - 可是... - 我不知道耶... - 我沒有想要讓... - 典禮變得這麼莊嚴... - 我想要... - 尤其是在... - 金鐘獎分... - 就是兩個大部分... - 就是戲劇的部分... - 跟綜藝節目的部分... - 那... - 我覺得... - 這一次的金鐘獎真的對... - 對綜藝人來說是很... - 很... - 很可惜的地方... - 就是... - 整個典禮是要靠很多的... - 綜藝人跟綜藝的橋段... - 把... - 娛樂性給... - 給撐起來... - 可是因為... - 前面... - 太多太多的得獎者... - 他們有很多話想要說... - 嗯... - 所以就變成... - 典禮嚴重超時... - 嚴重超時以後... - 我們的電視金鐘... - 其實... - 包括主持人... - 焦跟侯佩成... - 他們還有很多的橋段... - 全部都被刪減掉... - 那個橋段只有你看過... - 對,那個橋段只有... - 我在彩排的時候看過... - 因為他們彩排的時候... - 也只有在我們腳本上... - 在run down上我知道... - 所以變成... - 其實後半段... - 這個典禮本來應該是... - 前半段是由私以推動... - 到後半段精彩的部分... - 那個表演是會一直... - 疊加上去的... - 但是變成... - 因為嚴重超時... - 所以後半段所有... - 都變成私以在推動... - 全部都是... - 一進場都是私以講... - 直接歡迎... - 直接下一位... - 直接直接這樣子啦... - 好可... - 所以就很可惜... - 因為其實還有一個... - 有人說... - 為什麼瓜哥或是... - 呃... - 張飛... - 就是大哥大門... - 他們的表情好像沒有很自然... - 只有... - 就是憲哥一直在... - 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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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... - 一直這樣子... - 但其他為什麼就是不在... - 其實是因為... - 中間還有一個橋段是... - 綜藝大哥大門... - 他們要上台去做一段... - 不算表演是小小的... - 就是談話跟彼此的... - 就是有點... - 今年的金鐘是... - 五位主播同框... - 嗯嗯嗯... - 然後... - 很多位綜藝大哥... - 也坐在一起... - 同框... - 對對對對... - 一起聊天的那一種感覺... - 對對對... - 那一part其實... - 我當初在看Round Down的時候我就會... - 我心裡面會想說... - 我那個時候一開始會怕說... - 這已經會拖很久了... - 因為他們都很會講話... - 對... - 可是後來是整段被刪掉... - 所以你會覺得... - 那些大哥大門可能是為了... - 因為今天要挺金鐘... - 然後有這個... - 難得的同框演出... - 嗯... - 然後可以在上面聊聊天... - 然後又來的... - 嗯... - 對... - 可是就是後來就... - 整段被抽掉... - 整段刪掉... - 那我想大哥都出道這麼多年喔... - 他們也習慣這些來來去去... - 對啊... - 所以... - 反而就是在... - 我覺得在... - 綜藝節目頒獎的時候... - 典禮需要一點... - 娛樂的感覺... - 開心的感覺... - 下一個問題... - 可以請瑪莉聊一下... - 紅毯當天的髮型是怎麼一回事... - 髮型... - 好不懂喔... - 髮型男生都不懂... - 嗯... - 女生可能有的也不懂... - 前面是非常空氣的戲... - 然後後面是收得很乾淨... - 這樣... -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... - 你就在現場看到我啊... - 對... - 我完妝就是... - 你完妝以後... - 我看到你的時候... - 我就想說... - 這不是某一年的LULU嗎... - 因為... - 很容易就是那個... - 為什麼... - 就是... - 很多人就是... - 跟我說我的妝跟髮的問題... - 嗯... - 那我覺得... - 今天就特別就是說清楚... - 喔! - 說清楚講明白... - 因為... - 嗯... - 妝跟髮後來我跟我朋友有討論過... - 就是... - 今天如果是... - 很認識我的朋友... - 就是傳訊給我的朋友... - 嗯... - 或是... - 你已經聽我們節目聽了很久... - 認識我們很久的朋友... - 嗯... - 看到我的樣子... - 都會覺得說... - 這不是你的樣子... - 對... - 為什麼你不是甜美的樣子... - 為什麼他們... - 沒有把你可愛的樣子弄出來... - 嗯... - 你那個古靈精怪的樣子呢... - 可是... - 這本來就是一開始我們想要做的設定... - 就是我... - 我跟... - 嗯... - 就是我們那個團隊就想要跟... - 平常的我做出一個... - 區隔來... - 就是不是走... - 小朋友路線的你... - 對... - 不是小朋友路線... - 不是比較... - 中性... - 或... - 嗯... - 就是... - 想像這樣很大... - 然後酷... - 因為那時候在選禮服的時候... - 就已經是第一個這樣的想法... - 因為禮服可能有... - 你們看到的那一套... - 就是真的是很... - 很女性... - 那另外一個也有是... - 那種很大的寬褲裝... - 喔...是喔... - 對... - 那種寬褲就是很像我... - 平常... - 會穿的... - 那一套其實我自己也覺得很好看... - 是我自己本身就愛穿的衣服... - 可是... - 如果你穿那個樣子... - 對... - 啊... - 這就是你的樣子... - 然後好看... - 可是... - 那就是大家刻板印象中... - 你的樣子... - 對... - 可是... - 今天覺得在星光大道上... - 然後又是一個很... - 特別的第一次的工作... - 又是大型典禮... - 我就想要一個... - 平常大家看不到的樣子... - 喔... - 所以... - 頭髮梳得很乾淨... - 折得很好... - 那個都不是我平常會... - 有的樣子... - 然後瀏海變很少... - 整個眉毛都這樣... - 就是想要... - 故意做出一個... - 區隔... - 妳自己也想要這樣... - 我自己就是... - 因為那時候當然我... - 我就是一個很活在舒適圈的人... - 嗯... - 妳要不要嘗試在典禮... - 做一個不一樣的感覺... - 嗯... - 就是讓大家看看... - 不一樣樣貌的妳... - 然後我就覺得... - 欸... - 講的也是... - 武力啦... - 很有道理... - 難得啦... - 那我就試試看... - 那其實當天我穿完... - 然後妝髮弄完... - 其實我... - 因為我沒有去看那個... - 重播... - 我就是從那個現場... - 照鏡子啊... - 或是大家直接... - 在那個monitor... - 看到我自己... - 我自己看是... - 其實我自己看覺得很正常耶... - 會真的是跟平常妳差蠻多的... - 但是我剛剛就提到... - 我跟我朋友討論... - 就是如果你是認識我的人... - 像馬克... - 或是電台大家... - 或是很熟的朋友... - 或是很熟的聽眾... - 總會說... - 為什麼他弄成這個樣子... - 可是如果你今天去看一些... - 嗯... - 他其實根本不知道我是誰的人... - 他突然看到我... - 其實他們沒有那麼強烈的想說... - 這個人很奇怪... - 或是這個人... - 髮型很怪... - 或什麼什麼的... - 那個就還好... -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可能是... - 因為你們認識他久了熟了... - 就是平常就是這個... - 就是那個脫阿湯樣這樣子... - 所以就是你會覺得那個... - 落差感太大了... - 跟你們可能期待我要一個很... - 可能很可愛的樣子出現... - 嗯... - 所以你們就會覺得說怎麼會這個樣子... - 那妝的部分... - 妝的部分可能是我本身黑眼圈太重... - 可是人家造成困擾... - 對...為什麼... - 因為我是真的就是黑眼圈很重... - 可是... - 那一天... - 如果是眼影的部分... - 就是當天我看都是很正常的地方... - 就是黑眼圈不... - 還有妳的臉一直在發光... - 發光喔... - 卡提亞我幫妳說啦... - 她說這沒辦法... - 因為平常妳跟我錄男女有事嘛... - 妳也都在發光... - 妳說我嗎? - 臉都在發光... - 對...然後就是會很多人留言說... - 她是出油還是在發光... - 可是... - 當天我也不覺得我很... - 油... - 我也不覺得我很油啊... - 就是我不太確定耶... - 就叫容光煥發... - 或是... - 就是... - 稱呼它為光澤感囉... - 下面一題... - 請問... - 如果下次瑪莉還會再接三金紅毯嗎? - 我真的是覺得蠻累的... - 我真的覺得太累了啦... - 就是... - 不會想要再接了... - 我覺得跟... - 可能跟人的個性真的是有關係... - 就是... - 很多人都做得到... - 可是... - 很多人都可以把它做得很好... - 今天不只是我... - 我相信還有很多... - 她... - 就是現在... - 新生代藝人... - 他們還沒有組織過紅毯... - 就是我相信他們來做... - 他們都可以做到好... - 可是... - 在那個... - 做之前的那個過程... - 給自己的壓力... - 自己的... - 抗壓性... - 嗯... - 夠不夠... - 你也知道... - 我們... - 我們在之前有個很誇張的發言... - 完全不能剪進來... - 就是... - 當我們兩個負面能量到達... - 頂點的時候... - 那個發言非常非常的可怕... - 就是... - 我的... - 因為... - 我必須承認我的心理素質真的沒有很... - 強... - 真的沒有很強... - 然後... - 所以... - 其實... - 在... - 做... - 準備這個工作的時候... - 你當然很喜歡把它做得好... - 可是... - 我給自己的壓力真的是太... - 太大了... - 太大了... - 嗯... - 不然我不會一直... - 繞賽啊... - 然後就是... - 又瘦啊... - 然後什麼的... - 我人生... - 我人生活到這把年紀這麼大了... - 我第一次就是... - 為了生存下去要吃東西... - 就是... - 一直提醒自己說... - 你要吃... - 你要吃... - 因為服裝是不能跟我說... - 你太瘦了... - 你那個衣服... - 改囉... - 就是... - 你不能再瘦囉... - 它不能再改囉... - 它的拉極限就是這個樣子喔... - 啊...你也不能很胖... - 那你最瘦會變... - 你那時候最低是什麼... - 三六... - 沒有到三六... - 三六我就要住院了... - 就是... - 快三八... - 三七點多... - 然後那時候我站上去想說... - 怎麼會這個樣子... - 馬上去吃一碗泡麵... - 呵... - 馬上吃東西... - 天啊... - 就是... - 可是因為我吃東西就會常常一直的... - 拉肚子... - 嗯... - 那就是... - 雖然我的大腦告訴我自己說... - 你... - 就像你常常跟我說的就是... - 你可以做到... - 然後... - 你就是用盡你的權力準備... - 你的大腦是這樣講沒錯,可是... - 但身體會不聽使喚... - 可是... - 對,你的身體接受不到那個訊息... - 所以... - 所以我就是... - 其實很感謝我的身體... - 因為其實在京中前一個禮拜... - 我的身體就是... - 大痛、小痛不斷... - 嗯... - 就是... - 我整個... - 胃也是每天都在胃痛... - 然後... - 你又要吃東西... - 可是你又胃痛到... - 都不想吃... - 然後... - 吃胃藥啊... - 然後就是那個腳的怪病啊... - 怪病女... - 怪病女... - 對,有一天在洗澡的時候發現... - 我腳又這樣了... - 為什麼疹子又要長出來了... - 然後就很緊張... - 然後就是... - 各式各樣的... - 然後... - 然後又開始... - 喉嚨開始覺得有點... - 啞... - 因為我很少感受到我喉嚨會有狀況... - 嗯... - 所以那時候心想說... - 拜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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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.. - 結果那一天剛好就是... - 那一天... - 我的身體就突然回到一個... - 正常狀態... - 我就覺得... - 感謝我的body... - 真的耶... - 好,說到那個... - 緊張跟身體不會騙人這件事情... - 因為... - 我跟妳可能就是比較... - 不一樣的個性... -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... - 一開始當然接到會覺得... - 喔... - 因為我不知道... - 啞... - 對,我不知道這... - 工作到底是怎麼樣... - 所以就... - 先請了德仔... - 然後跟德仔聊天... - 然後聊完以後... - 德仔講了很多就是... - 我本來壓力是這樣嘛... - 然後德仔講完以後... - 壓力爆表... - 我完全明白... - 對... - 因為... - 就是在我準備的過程當中... - 然後就是一直在看稿子... - 然後就想說... - 應該就是這樣吧... - 沒有... - 我會覺得... - 怎麼可能... - 準備的工作... - 只需要這樣... - 是喔... - 我一定有... - 漏想了... - 什麼... - 跟... - 我... - 不知道的事情... - 在悄悄的發生當中... - 然後就有一天... - 我就... - 傳了訊息給Lulu... - 然後我就說... - 嗯... - 我想要就是跟你聊一下... - 可以嗎... - 然後就說... - 歡迎... - 我可以把我知道所有分享給你... - 這樣... - 就是很熱情... - 然後那天晚上... - 我們大概聊了快... - 一個小時的電話... - 然後就聽她講... - 她準備的方向... - 我也是... - 聽完Lulu... - 她過往幾年準備之後... - 過完電話就這樣... - 哼... - 陷入深深的... - 沮喪當中... - 就覺得... - 太可怕了... - 你以為你做到的準備是這個樣子... - 但其實... - 人家做的準備... - 是這個樣子的... - 哇... - 就是... - 那個時候為什麼開始... - 壓力會變得更大... - 是因為... - 因為我知道我的臨場反應一直都很... - 沒有這麼好... - 對... - 就是你要我念稿或什麼的... - 就是那種練習... - 一直練習的... - 我可能就可以... - 可是... - 臨場反應我就不行... - 所以如果今天... - 題詞機壞了... - 然後... - 紅毯的人突然... - 這組不走了... - 要不然下一組了... - 嗯... - 然後... - 你有沒有辦法看出那個人是誰... - 啊... - 我又... - 我又有臉盲症... - 那個壓力就更大... - 然後... - 那人上來了... - 題詞機錯了... - 你看了他... - 你記得你的稿子裡面有什麼嗎... - 或是你看過他的影片... - 但是你可以馬上整理出什麼東西講嗎... - 然後... - 就是那一些... - 你有準備好了嗎... - 嗯... - 然後... - 嗯... - 對... - 所以反而問了前輩以後... - 壓力會更大... - 然後我就跟露露說... - 露露你現在在我心目桌子裡的地位比媽媽還要高... - 你真的是太偉大... - 露露你真的太厲害了... - 對... - 然後在... - 上個禮拜廣播金鐘的時候... - 然後... - 我後來就覺得說... - 喔...其實就是... - 彩排完之後我心裡就會比較... - 穩定一點... - 因為彩排完之後... - 喔...大概是這個樣子... - 那... - 其實跟配音員可能沒有什麼差別... - 我就是在幕後念稿子... - 也沒有人看到我... - 也不會有怎麼樣這樣子... - 好,然後... - 出錯就算了這樣子... - 嗯... - 好,所以... - 可是... - 在正式開始的時候... - 手... - 你的手會抖喔... - 就是... - 因為我手不會拿稿子嘛... - 可是你可以感覺到我的身體在發抖... - 在抖... - 我的身體是... - 在抖... - 對啊... - 當然還是警告老婆回家不要跟你講話... - 嗯... - 沒有... - 這次我沒有警告他... - 可是我要出門之前他自己說... - 今天也是一樣嗎? - 今天也是你回來啊... - 我不能跟你講話嗎? - 我說... - 當然... - 她說... - 好... - 所以他一樣早上表妹先聊了一團這樣... - 喔... - 我在... - 電視金鐘的... - 的... - 上午... - 我搬家... - 然後電視金鐘的... - 前... - 前一天晚上... - 我整理到... - 裝箱什麼... - 整理到... - 兩點... - 就是沒有讓自己的身體休息的意思... - 這個相信是非常非常多人的問題耶... - 就是馬克... - 就是你是在公布得獎者第一時間念稿嘛... - 我們聽到的是這個樣子... - 嗯... - 你是不是事先知道得獎者是誰... - 欸... - 包括那一天就是... - 呃... - 焦哥... - 然後在彩排的時候過來... - 然後就跟我照相... - 嗯... - 照完相就說... - 欸...得獎者是誰啊這樣... - 欸...得獎者是誰啊這樣... - 對...他還說... - 你都先知道得獎是誰...對不對... - 哈哈哈... - 然後我心裡想說... - 焦哥...你這老江湖... - 怎麼會問我這個問題... - 他沒有在裡面待過啊... - 我當然不知道... - 我知道的話... - 很容易就卸出去了耶... - 沒有...我不知道... - 的確會早一點點...知道... - 的確會早一點點... - 就三秒那種... - 沒有這樣三秒那麼誇張... - 可能會...可能一分鐘... - 這樣子...對...會早一點點...知道... - 然後就是一分鐘前告訴你說... - 接下來你要念這個... - 對...對... - 那其實... - 接下來念那個是... - 呃... - 我...手上已經有稿子... - 然後這個稿子呢... - 譬如說... - 像這樣子大家可以看到嘛... - 譬如說這樣有... - 五個人... - 假設這五個就是入圍者... - 嗯... - 然後這五個人其實評審都有寫... - 給他們的評語... - 嗯... - 所以就是... - 其實我事先也都是先拿到稿子... - 大概兩天前先拿到... - 嗯... - 所以我可以自己先看過... - 練一下... - 對... - 然後先... - 有些什麼字啊... - 不運不活啊... - 住個陰啊... - 命運多船... - 對啊... - 什麼... - 症哲到了... - 住個陰啊... - 症哲... - 症哲... - 我有聽到... - 我想說... - 那個字不是念震懾... - 是症哲... - 症哲... - 對... - 就先查一下這樣... - 然後... - 痾... - 在一分鐘前的時候他就會告訴你... - 這五個當中的哪一個... - 然後他就會打個小勾... - 然後我就會... - 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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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.. - 沒有... - FD在旁邊還會先跟我玩喔... - 他還有心情跟我玩... - 你猜哪一個... - 他就說... - 接下來這個... - 你猜... - 欸...如果我那時候在工作裡面... - 我真的想說... - 你不要跟我鬧... - 我就想說... - 現在就告訴我... - 快點... - 讓我練習... - 哈哈哈... - 超白癡的啦... - 對對對對... - 所以他也是... - 沒有事先知道... - 有人說... - 因為這一次的... - 金鐘最後嘛... - 小弟導演他... - 忘記講... - 麻醉風暴二入圍... - 然後... - 所以最後馬克你有補一句... - 還有... - 麻醉風暴二... - 是... - 這一句話是... - 工作人員... - 緊急提醒你說... - 欸...馬克你說一下... - 還是你自己想說... - 不行了... - 這時候我的時候來了... - 來了... - 我一戰... - 一戰成名的時間來了... - 沒有... - 結果也沒有成名啊... - 哈哈... - 但是很多人聽到那一句啊... - 對對對... - 那的確是我自己就是... - 開麥自己講... - 那其實... - 你覺得可以... - 在那時候... - 空降提醒小弟老師這樣子... - 嗯... - 我覺得... - 就是整場... - 我自己沒有做好的地方... - 就是這裡... - 因為其實我... - 在我講... - 那個... - 還有馬醉風暴二... - 之前... - 我其實還有... - 當小弟老師在講的時候... - 我就已經發現他漏掉了... - 嗯... - 我其實可以... - 更早開始講... - 只是... - 我覺得小弟老師... - 他跟一般的班電腦有... - 不一樣的地方是... - 我自己覺得啦... - 我看Monitor的感覺... - 是覺得小弟老師好像是... - 把那個腳本都背起來了... - 內化成他自己的東西... - 是內化成他自己的東西... - 嗯... - 所以... - 所以他才不會照提詞機Q... - 因為... - 如果照提詞機Q的話... - 是不會出錯的... - 嗯... - 對... - 然後... - 他漏掉的時候... - 我有... - 第一時間我就有問說... - 我是不是要開... - 我是不是要講... - 這樣子... - 呃... - 我... - 對自己的... - 覺得沒有做好的地方是... - 我應該要相信直覺... - 我直接就開... - 直接就講... - 麻醉風暴2... - 雖然我沒有看... - 但我知道可能就是... - 講一個關於醫院裡面的... - 礙於勇氣的故事... - 白色巨塔裡面的... - 政治權力鬥爭的東西... - 嗯... - 這一點點的詞... - 我是可以臨場擠出來... - 我是可以... - 補完這件事情的... - 然後... - 可是我... - 可是在... - 像在廣播金鐘的時候... - 那個時候許常德老師他要... - 就是他... - 還沒有公布入圍... - 他就已經要公布得獎了... - 然後那個時候我... - 我也是直接就開麥... - 就直接講... - 也是沒有人... - 入圍的有... - 呃... - 我是直接... - 直接聽說... - 還沒公布入圍者啊... - 許老師... - 真的假的... - 對... - 那時候也是我... - 太可愛了吧... - 也是我直接講... - 但是我覺得這兩個差別在於是... - 呃... - 許常德老師他的... - 一個... - 斷點比較多... - 嗯... - 就是我覺得我可以... - 直接插入... - 可是小劉老師是... - 因為他已經講... - 很長的一段了... - 我找不到插入的點... - 啊... - 所以我才... - 措施良機... - 我就是措施了... - 我覺得直接... - 小劉老師在講很多話的時候... - 我如果直接開的話... - 也許會... - 打斷他... - 會嚇到他... - 怎麼辦... - 我覺得你以後每... - 很多年都要做... - 司儀了耶... - 會嗎... - 我覺得不會耶... - 我覺得做完這一切以後... - 就不會有人要找我了... - 為什麼... - 我自己覺得耶... - 啊... - 我心裡的感覺是這個樣子的... - 因為算是... - 現在如果這樣來看的話... - 就是三金... - 這幾年聽到的都在嘛... - 然後豆子還有米... - 三個都是蠻... - 三個剛好是三個不同... - 感覺的... - 嗯... - 好... - 這以上呢... - 就是我們的... - 金鐘... - 體驗啦... - 那... - 如果有問題的話呢... -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... - 我們... - 就是引來... - 就是當初我避而不看... - 就是被罵的那個... - 紛紛湧入在這邊... - 會嗎... - 我覺得會看我們這個頻道... - 基本上就認識我們的... - 喔... - 不會有多的人這樣子... - 喔... - 喔... - 等於只是跟... - 跟輕點教的大家... - 就是我們私底下分享一下... - 喔... - 從...從這之後... - 我覺得可能要多... - 呃... - 我要多練習如何讚美一個人... - 這樣子... - 因為我讚美的詞彙真的是太... - 太少了... - 你要學評審嘛... - 就我開發出來那個機器可以給你用... - 或是...沒有沒有... - 或是光是看到這個人... - 就是... - 因為紅毯相有很多... - 就是真的是... - 盛裝出席的女明星... - 喔...對...真的... - 有時候他們的禮服真的是非常的漂亮... - 可是... - 我私心有想了一些... - 就是... - 因為你不知道他們穿什麼... - 你只能揣摩哪一些... - 是一個比較常用的... - 比如說... - 嗯... - 天星節我一定會用八氣十足... - 因為他一定就是... - 正折全場... - 然後可能就是... - 仙氣十足啊... - 很漂亮啊... - 浪漫啊... - 可愛啊... - 飄逸啊... - 很適合他啊... - 甜美啊... - 就是... - 這些詞你有時間想過... - 可是真的到... - 就是... - 像我說的臨場反應不夠... - 我看到他... - 我真的第一個直覺還是... - 好美喔... - 就是... - 很漂亮... - 然後... - 就是... - 太普通...太一般... - 你應該要想出多一點詞彙... - 可是多一點詞彙... - 又要如何在每個時間點... - 你馬上從那個抽屜拿出來... -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難... - 尤其像... - 我記得就是那時候... - 訪安心亞的時候... - 安心亞在我旁邊... - 然後他穿的是有點... - 透...透飾裝... - 黑色有點蕾絲... - 然後非常非常合身... - 所以他那個曲線是非常的... - 明顯... - 很性感... - 然後我好像沒有在第一時間講說... - 很性感... - 然後我好像沒有在第一時間講說... - 好辣喔... - 就是... - 把我台妹的個性... - 一展... - 直接講出來... - 對... - 那是一個我很直接的反應... - 可是可能... - 所以可能直接說... - 很辣! - 可是... - 也許他說... - 他想要... - 我自己想像就... - 可能他會覺得說... - 喔... - 我是很性感... - 我的風格是很古典典雅的... - 萬一你講了一個... - 跟他心裡其實想要傳遞的... - 不符合的... - 對...那怎麼辦... - 所以可能需要去上一些... - 就是... - 把妹課程之類... - 就是... - 可是這樣會不會變得很油... - 譬如說假設你... - 哇... - 我想透視到你的心裡... - 大家就會說很油啊... - 欸...我覺得... - 可是我剛剛覺得蠻可愛的耶... - 我想透視到你的心裡... - 怎麼會說... - 哇...透視妝... - 我想透視到你的心... - 之類的... - 就... - 就... - 這一次還有一個新的課題... - 就是以前可能... - 就像... - 你... - 有時候主持一些活動... - 然後什麼的... - 然後... - 主持完... - 當然活動一定會有犯錯的地方... - 然後我就會... - 哇...這個影片好長喔... - 對... - 就會深深地活在那個... - 挫敗感當中... - 然後會... - 反覆地想... - 或是會沮喪很久... - 嗯哼... - 可是這一次反而是... - 喔...我知道我有做不好的地方... - 過了... - 可是我就覺得... - 這兩個小時已經過了... - 嗯... - 那就是... - 它都已經成形了... - 那就是在那邊這個樣子... - 很不錯吧... - 嗯... - 然後開開心心地吃羊肉爐... - 接受自己的失敗... - 過去就過去... - 未來我們會更好的... - 嗯... - 我們下次再見... - 掰掰... - 融蟹部肉爽 UFC